我今天想要拿到自己的比例场合理 其实这场比赛相对于说第二局能不能够打到比赛 但是第二局稍微的在反差区分里 能够出看了一点多小 不过你这段是 你还是哪种接触的问题 才导致脱入到比赛区 我觉得还是在心态方面吧 心态方面有些着急了 那个时候第二局本来就落后 然后好不容易把比赛追到平 然后反超的时候自己的心态有点着急 想很快的拿下比赛 然后在心态上有起伏 所以导致了很多的无谓失误 然后让对手把这种比赛的节奏 又拿回到他的那一边去 其实第一局来说 比赛相对于一直都在自己的打赏 这个其中能够早 在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 能够自己拿下第一局吗 我觉得自己没有想太多吧 上场以后还是做好自己 做好去拼每一分 然后把整体的速度要打快一些 因为在这个比赛的场合 那个球比较快 谁能抢到主动的话 随时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自己一直要这样做 其实主动团体赛 靠天跟参加赛 就是经历了团体赛的一些 二王导儿 二王导儿 就是经历了团体赛当中的一些波段 然后才到团体赛 觉得自己当中的 成为团体赛当中的一些 全球赛当中的一些 全球赛不佳的一方 即是牛爪的这个层面的 我觉得还是做好自己吧 毕竟在团体赛的时候 跟那两个对手打的时候 确实是对手的球啊 然后质量啊 经验各方面 确实要比我更加成熟一些 所以自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然后面对后面的比赛 还是一样要做好自己 不能说输掉了就很气馁 对 下一场的对手 是在下半局 对 湖南的王振兴 你觉得这个比赛 iPhone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或者说是什么 你总的毕竟这方面不太英文 或者可以听到什么 所以能拔想吗 嗯 还是不去想太多吧 还是做好自己吧 不要去想结果 想结果的话 就会容易在场上 没有想法打球 嗯 郭忠泽一样 就是说那后赛一点会对 这场比赛 其实这场出来 这种感受的出来 肯定会是 产生上的 那个 像我刚才的车子上 不是普遍加大 你怎么的车子 通过这个 你这么好的车子 得到了一种好的结果 就还是 不要想太多吧 就是脑子里 不要想太多 关于结果的事情 就还是要做好 在场上的美丽分 做好赛前准备 然后做好平时的训练 然后到场上 打好美丽分球就可以 甚至自然 嗯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